找这块材料找了好久 一念之间终于给你们安排上了 这份材料呢 种水不算太好 但是它黑白分明 像太极阴阳鱼一样的 这种材料很难很难遇 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很多朋友一直在催我 一念之间的一念之间呢 但是你们要知道 我要找到很合适的材料 才能去做它 不然做出来效果不好 没有意义 你像蒸冰的料子 高冰玻璃种都好好找 像这种呢 你花了钱 不一定马上就能买得到 走 直接设计 修佛千万遍 总未还乃这佛看我一眼 手中卷心中念 未见佛成全 我正墨月只在一年之前 OK 现在这个佛 发得特别的漂亮 但是这个磨确实丑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雕出来以后 它这个磨的脸 是面目比较真灵的 它的肌肉感会比较强的 这种化石化不出来的 打完胚以后效果就出来了 直接它干吧 一念之间已经雕好了 你们大概没有见过 这么黑白分明的一念之间吧 密集恐惧症的朋友 看在这里会不会发麻 给你们挡住吧 后面呢 按照它的形状 做了一个八卦 现在可以拿去抛关了 大家心心念的一念之间 终于完成了 不管是从材料还是雕刻来说 我都是相当的满意 意境特别的好 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 白色比黑色多 所以雕出来以后呢 佛它是压住了磨 那中间这个部位 颜色是往这边走 雕出来以后呢 磨它又盖住了佛 其实呢 佛磨本无定性 心善成佛 心恶成磨 这也就是一念之间的寓意所在了 成佛成磨 接在一念之间